不知道你是否记得2020年、2021年的夏天 中国南方很多地区发生了多场严重的水灾 家具、汽车、顺着县城的中轴路形成的洪流倾泻而下 长江的泄洪渠里飘着猪牛羊 而2020年夏天我们并没有看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水灾的报道 这不是因为你错过了报道 而是因为今年夏天长江中下游是大旱 而且今年夏季的旱灾分布在全球各地 比以往要严重得多 尤其是欧洲 面积之广、持续时间之长 将有可能是最近一百年来之最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场静悄悄的大旱和它会带来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旱灾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虽然还没有进展到像欧洲那么严重 但如果未来几十天里头 还没有大面积有效降水的话 结果也会非常严重的 具体情况是这样 在2020年6月中旬之前 长江流域的降水比往年要偏多 有形成洪灾的趋势 但进入6月中旬之后 降水突然大幅减少 好的一方面呢 是洪灾不会有了 而让人担心的事就是 如果停止降水继续持续的话 旱灾就会来临 8月11日 央广网报道 自从6月27日到今天40多天过去 波阳湖水位下降超过8米 在6月27日之前曾有过一段持续的降雨 此后雨水减少 水位下降 在6月27号的时候 水位刚刚好下降到了警戒线以下 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是此后连续的下降 水位再也没有回过头 去年同期波阳湖水体面积是2600平方公里 而现在的面积是1090平方公里 面积减少了60% 容积呢 从75亿立方米减少到了22亿立方米 减少了70% 波阳湖在8月6日的时候 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枯水期 这是从建国之后 有水文记录以来 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 而往年进入枯水期 都是在10月底左右 除了波阳湖外 洞庭湖跟其他长江中下游的干流水位 也都已经达到了 有水文记录以来最低值 或者接近最低值 只是由于存量还有 所以目前附近的市线饮用水和工业用水 还能维持正常运转 如果你刚刚为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旱灾 捏了一把旱的话 那么欧洲的情况就属于 走向失控的边缘了 欧盟委员会专门研究旱灾的 资深研究员安德里亚 他的评价是 这场干旱可能会成为 最近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是自16世纪以来 尚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从他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 高温和干旱才刚刚开始 大头还在后面呢 起初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大家只是感觉 今年的夏天来得有点早 但随后持续而强烈的热浪 袭击了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甚至连典型的北欧 斯堪提纳 维亚半岛 都是热浪滚滚 北极科考队 已经可以穿短袖 在户外工作了 欧洲干旱观测战 总结了7月21日 到7月31日10天的数据 发现目前欧盟 有15%的地区 正处于干旱预警状态中 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 我们来看看 几个典型的欧洲国家 先说法国 法国是最严重的 全国96个省中 有90个处于不同等级的 干旱预警状态 刚刚过去的7月份 降雨量只有往年均值的15% 法国有一部分核电站 因为核水减少 水温增高 而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 减少对冷却用水的需求 意大利也非常严重 北部的五个大区 已经开始实施 饮用水定量配给制 我们知道 意大利农作物主产区 集中在北部的波河平原 这个平原也是波河冲击而成的 而波河流域从2021年的10月份起到今天 就没有出现过持续的降雨 目前的水位仅有2米 而波河的历史平均水位是20米左右 现在水位还不到历史均值的十分之一 德国的高温虽然不是那么严重 但滋润了德国三分之一左右领土的莱茵河 却受到高温的影响非常严重 上游的降水少 流到德国的就更少 蓝银河的大部分河段水位 都已经降到了最近50年来的最低值 而上一次最低值呢 出现在不久前的2018年 水位低有什么特别糟糕的影响吗 有 因为它是西欧主要国家货运的 南北运输重要通道 它的水位大幅降低 货船的载重就要大幅减少 否则就会搁浅 今天通过蓝银河的船只 载重最多只有船只设计的 最大载重的四分之一 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 要有更多化石能源依赖蓝银河来运输 在正当这个当口 蓝银河见底了 运费大涨 运费的具体统计是这样的 在2022年4月份之前 通过蓝银河把燃料从德国送到瑞士 每吨运输成本25欧元 现在的成本是205到215欧元 并且还在继续上涨中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家介绍 2018年那次蓝银河水位大降 维持了一个月 造成了德国GDP减少了0.2% 而这次可能更严重 再看荷兰 几百年来以治理洪水为己任的荷兰 也宣布全国水位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现在荷兰全国上下正在努力抗旱 蓝银河的入海口在荷兰 统计蓝银河入海的水量 比往年均值减少了50% 以上大约就是我国和欧洲旱灾的情况 其实旱灾不止这些地区 美国中部墨西哥也都在经历干旱 那这些旱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就是粮食减产 比如说意大利北部的波荷平原 农作物出产占到意大利农作物总产量的40% 由于干旱会导致主粮减产60%以上 农业咨询公司Strategy Greens预测 2022年到2023年 法国玉米产量将比去年下降20% 欧盟整体谷物产量将比去年下降8.5% 再叠加俄乌战争 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欧洲的粮仓 贡献的粮食减产 欧洲粮食价格将在未来一年里飞涨 这是肯定的 而欧洲因为家底比较厚 所以应对措施就是去其他地方买 所以欧洲人面临的也仅仅是涨价 而被欧洲人买走的部分 那将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国家 赖以生存的食物保障没有了 所以受粮食减产最严酷考验的 其实是非洲西亚 这些人口增长非常快 而收入又很低的地区 于是这些地区因食物短缺而发生的战乱 和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概率将大大增加 而中国很可能会躲过这次粮食危机 首先中国的粮食最近几年一直是丰收的状态 其次去年中国为了应对疫情 一反常态的在国际上大批的收购粮食 甚至造成了国际粮价的飙升 而当中国把丰富的粮食刚刚准备好 大规模的粮食减产就要来了 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干旱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欧洲电力短缺 我们刚刚介绍了莱茵河运力大降的情况 这就会引发热电厂缺煤缺石油 因为根本运不过来 比如说德国的几家热电厂就表示 如果运输能力依然不能提升 到了9月份就不得不大幅降低发电量了 除了热电厂之外 核电站也受到干旱的影响 法国电力公司旗下的58个核反应堆 目前有10个 已经因为水位的降低和水温的升高而不得不关闭 而且在干旱不会马上缓解的情况下 各国会通过各种条款 逐渐放松对碳排放的严格要求 总之就是 重启一部分用化石燃料发电的电厂 尽管规模不会很大 也只是应急 但这些散点状分布的做法 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先例 那就是碳中和嘛 日子不紧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努努力 一旦勒紧裤腰过日子的时候 各位日内瓦协约国 只要能够提供说得通的理由 就可以按照例外来处理 所以电力短缺是小 但是让碳中和的协议不再严肃是大 再有的影响就是用水的短缺 欧洲和美国很多地区用水和使用能源 其实一直处于奢侈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街区都是独栋别墅 必须要在小花园种上景观和学统一的滤植 草坪要修减 这些要求其实都浪费了大量的水 而换来的只是好看一些而已 在如此干旱的情况下 国外的论坛上依然还可以看到各种教程 教你怎么在市政府已经颁布了禁止用软管跟洒水器 给花园浇水之后 还能偷偷浇水的方法 如果旱情得不到缓解 缺水最先会导致人们不浇花 城市广场喷泉停水 洗车房停业 观赏池塘干涸 进而发展到每天只供应12个小时的自来水 最后会发展到每天上午下午 各有一次水车送水的配济制实行 最后一个影响就是火灾了 这次欧洲持久的干旱 还有像去年加州的干旱 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山火 很多人可能不可理解 就算气温再高也不会达到两三百摄氏度 怎么会导致火灾呢 原因是这样的 确实高温再高也不会达到枯枝败叶的燃点 但是它会让鲜嫩的树枝 跟潮湿的叶子变得干燥 而大自然中总会出现各种火星 比如说云层摩擦之后出现的闪电 或者野外的烧烤 游客扔掉的烟头等等 在湿润的季节 这些火星是无法引燃潮湿物品的 最后自然就熄灭了 而干旱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点燃 伦敦市消防局给出的统计报告是这样的 2022年8月1日到8月7日 这一周 他们一共出队扑灭了340起火灾 而2021年同期的火灾数量是多少呢 42起 高温跟干旱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 今后的突发天气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的生活模式只能以更加剧烈的方式调整 才能适应这种变化 比如说 我们不要再期待法国红酒的高品质了 我们大部分的绿植要改种人造草皮 还有家里常被取水跟储水的设备等等 希望这次旱在早日结束